翻譯 各位同心,現在開始唱歌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季副委員長 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電召 有人沒有參加第一次的法律電召 應該沒有吧 大家都參加過法律電召 所以我今天利用這個時間 當然大家都只吃飽而已 我比較疑到 如果要睡的人要需要吐一下 沒關係 稍吐一下沒關係 日間開開 聽我說就好 不要出聲 我來跟各位探討一些 我們將來黑熊黑暈的那個臨母 說起來因為我很重要 所以如果可以喝來不要睡 夢聽不錯 OK 不過 我們黑熊將來要接的臨母 因為是跟 行政有關 因為我們本身也是行政團理 所以我今天開始 先跟大家 學習一段 現在 行政的 一般的統倫 我們頂回 那個 法律電召的時候 就已經講起來 公共行政一般的事務 第二篇 第二篇 再來說我們 黑熊的 任務 所以 再給大家學習一次 行政的角色 我應該說過 一般民主社會 都是社群 三官分立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說 司法 行政 還有立法 要獨立運作 要獨立運作 具體的公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 法律 由立法機關創作的 由行政機關 在執行 最好由司法機關 來做貴社 這是 文理上 具體的公法 法律 我們拿一個例子來 貴社 以前 我跟我說過 說我們 訂一個 這個 作賊跟頭的東西 這是 不好的事情 就要受觸發的 這個法律的時候 那有這個法律之後 就要交給 警察去做行 這就牽涉我們的 黑鄉將來 有關係的單位 警察去抓刀 拿來拿後 要怎麼處理 他就要交給法官 去判斷 所以這個是 最好要司法 來改正那個法律 改正那個 柴子 會翻到的 嘴翻 親 欠 這根據 實質的情形 它破罪 所以 我們負責安全單位 簡單說 警察單位 是什麼 是行政單位 我們是在 執行法律 我們沒有 沒有管理 創造法律 也沒有管理 改稅法律 我們只法律規定什麼 我們去執行 這樣而已 所以在這裡 我定位 我跟大家再共調一下 行政機關的角色 是在執行法律 所以接下來 我提出一個問題 問各位說 政府可以關老百姓 那是不行 大家不知道 又會記有嗎 應該是會記 不行 是怎樣 另外 因為政府 就是 行政單位 這個政府 行政單位 所以 它不能管老百姓 它只 行政單位 只可以 供給法律 老百姓 如果有違法 才可以處罰 如果沒有 你不可以管 再來 我們現在 骨強調一次 行政是要根據什麼的 當然就要根據法律 行政的任務是在執行法律 所以 一切 行政單位 都要根據法律的規定 所以 簡單說一下 只有 依法辦理 但是這個 依法辦理就是 根據這個 利民鄉 的規制 確實 就要根據法律 來辦理 你在辦理的時候 這個 這個 這個人本身 不能違法 我們在 這個人本身 自己不能違法 甚至 境界又不能 無法無天 無法無天的意思 就是說 你自己 化舌天主 還是說自己 創造一些 有空無順的 要來關老百姓 要來 替這個老百姓的自由 這樣不行 自己創造 法律 不規定 你自己想一些 理由 因為是算 違法的範圍 不過有一個 立法的 情形 就是說 如果是立法機關 有受管 的時候 行政 單位 可以制定 這邊的 設施 要是做 沒有一種的 裁刀 在這裡 我有 舉例出來 就是說 譬如 建築單位 可以 辦法 建築福庫 我們 警察單位 可以什麼 老百姓 如果是 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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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直接開 裁刀的法庭 這就是 交通法規 特別我們 交通警察 可以做的事情 你開法庭 上面 一種的法規 對 法律 沒有一種的 過世 這是 因為 交通規制 規定 很清楚 有超速 你才可以開法庭 沒有超速 你當然 不可以開法庭 所以 這個 影子 我又拿一個問題 請教各位 沒有規定 是準 還是不準 大家只記說 古書公路 如果沒有反速 這樣 我們這樣就要 遵守 固定的速度 不必了 這個原則 大家只記 就能應用的 其他 方便去 法律 不規定的 就是準 不是法律 不規定的不準 現在 我們來看說 我們的 這個 行政的 變質 是怎樣 稍微 學習姐了解 行政的變質 我們有 中央和地方 我們這時候 我們民進府的 這個 地方 就是包括 酒 和菌 所以 將來 安全單位 也會感受到 酒 和菌 下去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樣就好了 這個行政單位 我們在說的 說我們是 屬於一個 行政單位 其實行政單位 如果嚴格說起來 也可以分座兩種 一種就是 在做 政策的研究 和議定的單位 一般我們說 政府機關 我們在接行 法律的時候 這是 對 事務 Aaron 對 店員 我才有 警察 這是 公主的 或是辦火口 這都是 事務 Than 我們不一樣 雖然工作不一樣 但是 我們還是 可以接受 事務 Than 所以說到 平靜的事務 是怎樣就要再說這個 因為國委長來去接官一個丹尾 那個丹尾 他的工作就是平靜的工作 所以就會牽涉到這個事務 我們現在在說的 在討論的這個 這些事務 行政事務所牽涉到的三項事情 就是人 事情 還有事情 最少說起來 就是這三項 怎樣說這三項 我們再來親力給它了解 牽涉到人的時候 就是說 行政大會 服務的對象還是接觸的對象 一定是老闆心 對吧 在民主社會 老闆心 是算老闆 算我們的主人 發薪水給我們的老闆心 因為我們要領的薪水都是他們的洗金錢 所以我跟親家說 我們的客戶 你對客戶 是不是就要客戶 要有禮貌 不可以乾癢 對我們的老闆 絕對不可以乾癢 那現在大家 可能 史上會遇到 現在中華民國的警察 還是什麼那些安全團隊 那些好像灌我們一劇 如果不是在幫我們求 就是要幫我們管 亂自衛 亂說一下 現在說到事情 我們行政大會 間接到的事情 就是什麼 那些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的業務 這個業務 就是法律規定 我們就要做什麼 就是法律所指定的 所以 法律要叫我們 行政機關 要做什麼的 那些 節眠和義務 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 節眠和義務 法律就要領得很清楚 領不清楚的法律 那個就是會他們的造型 行政大會的困擾 和老闆心的 會五次 所以以後大家就要注意 如果跟我們有關係的法律 立法機關 在創作法律的時候 就要聽我們的意見 我們就要清楚 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這樣可以 讓他們了解說 要叫我們執行的法律 應該就要怎麼領 領了 那我們的節眠和義務 都很清楚 這樣才可以 不然 將來會造型 困擾 所以法律應該明確的規定 我們的節眠和義務是什麼 我才會造一個 禮的紅衣出來 這就是 我們如果有時間 大家想要探討 可以研究看看 我想到的就是 前幾天 學運的時候 一些 學生員 走去 去百尖 行政院 警察 要跟他抓的時候 抓警棒 開始在說那個人 所以問題就是 法律頂頭有規定 說警察 可以抓警棒 說人 什麼時候 可以用那個警棒 什麼時候不可以用 那些學生員 如果並沒有抓武器 並沒有拿什麼 不正常的 問題 來對付 那些警察 所以 平定的基建 警察不應該 拿那個警棒 就不會打人 你要抓那個人 離開 可以 還是 把它扔出去 把它拖出去 把它拖出去 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打人 甚至打得到最 這就是 僑伽的那個程度 說到錢 將來 各位去接的單位 行政單位 當然也要花錢 要 有需要經費 我們 一切委員 接送的時候 就了解說 這個經費 是老百姓 交出來 洗金錢 所以 不可以 它浪費 我們就要 盡量接獄 來 將來 嚴格 要費費 去 中國的奧文化 說什麼 消耗預算 還是 什麼 預算達成率 這種 不正常的 浪費 預算的 這個 文化 我們將來 我們將來就要比便 做 這是一般 行政的事務 再給大家 學習一次 一般 我們現在才會 說到 我們 學習 將來的 臉部 來跟 各位 探討 我們的臉部 是要接管 安全 談論 現在目前台灣 安全 談論 有幾種 環節省 可以跟分裂 兩種 一個有情節好的 一個沒有情節好的 有情節好的 大家比較容易 它猜出來 是什麼 比如說 警察團隊 還有什麼 海巡 海巡署 其實警察團隊就 很多了 你們知道 現在中華民國的警察 有幾種嗎 那 這個 因為警察理論來說 可以分裂兩種 一種是 損勞的警察 一種是 行警 好像順路的警察 好像說交通警察 就對了 交通警察裡面 又分出來 中華民國有 公路的警察 有航空的警察 有海上的警察 也有梯路的警察 所以這種類很多 現在甚至 有網路警察 保安檔 現在 寫一些 最近 前兩天 沒有說 什麼人 在那些網路 叫人去 每次開車 去郵營空氣 那個說 要把他 抓到處罰 結果 那個 發網路的人 好 車子要移動 OK 這裡有一個 那個 的選擇 車好 九七五共 什麼人的 車 車的那隻車 刷離開 那個停車場 因為 你們要 在那裡 操練 要用到那個操場 九七五零 車號 九七五零 有人 有在這裡嗎 如果沒有就沒關係 另外找那個楊先生 另外再找呢 OK 對 啊 沒有這個好好的單位 沒有這個好好的單位 當然比較不容易發現 可能大家猜得出來 最初 英雄比較親密的 應該就是 招雜曲嘛 啊 剛才招雜曲以外 中華民國還有一個單位 這是國安局 那個國安局是在 這個 在扶植 國安中華民國的總統的 和國 國總統府的一些單位 啊 當然其他人還有 其他的任務 不過 今天我們不需要說 那樣 那樣最正義 那以後 接個 議會 再來時間 對不對 所以 安全機關的 我們要接的這些 安全機關 它有什麼特別的 性質 安全機關 都是在做什麼 在做 公權力 或是公權力 就是 國家才可以 這邊的管理 你如果說 普通 兩個人 意見沒有 做什麼 就開始 想打 這也是一種 無力的 一種的應用 文明社會 這種行為 這種行動 我們是沒有希望 他這樣做 所以兩個人 如果有結婚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 要解決 要靠法律 正經檢驗的時候 就要怎麼 要造成 某一個人 做違法的 抗議的時候 那就是要使用 公權力 說得簡單 公權力是什麼 公權力 可以說 警察權 警察官 還有這一步 比較簡單 想怎麼給這個警察官 警察官就是 可以抓人 我們普通 你不可以抓我 我也不可以抓你的 沒有那個管理 只有警察 只有可以 只有警察 可以使用這個 公權力 他還有一個特點 他使用公權力 反而又穩住 他可以的 佩戴武器 他可以的武衆 所以警察可以 他可以抓穿的 到了警察以外 使用公權力 還可以的佩戴 武裝的 也還有另外一個 安全機構 什麼機構 大家可以的 警察是對來的 對外呢 軍隊的 所以軍隊 在這邊 國家的公權力 他也可以帶武器 但是他那是在對外 不是在對外 所以軍隊在這邊 所以 我們安全機構 我們要接的 這個安全機構 就是 反正是說 有什麼任務 我們要接到那個機關 就是 維護公共安全跟秩序 這個大家 都可以了解 其實 但是 經常聽 我們都沒有注意 什麼有這個公共安全 什麼有這個公共秩序 我舉一個 我們如果違規停車 黑手 反壞公共秩序 你如果飆車 就是 危害公共安全 這不一樣 這不一樣 危害公共秩序 照說一般 整形 沒那麼嚴格 所以大部門都是 發款就可以 但是 你如果 危害公共安全 嚴格的時候 可以 破行動 可以 抓到那裡 後來 我們接的安全單位 他有什麼任務 感動 和管理 交通 這都是 安全單位 特別是緊承 要適應的任務 我們來看 現在台灣 的交通 這件什麼 大家 任務有萬議嗎 沒有萬議 我們的交通 有特事務嗎 很亂 可以這樣說 既然 你們 交通的特事務不好 為何 我們的交通 單位 管理的單位 交通 警察 沒有在處理這些事情 這樣 你們的薪水就賣掉了 對不對 所以將來 我們絕對 我們絕對不能 我們尊 有這個現象 發生 那如果是有 交通混亂 交通秩序 沒有正常的時候 就要討論 要研究 是怎樣 怎麼會這樣 一般 老闆時的生活 那 那 我剛好 走走 回到台灣 我 不敢塞車 我 那 我們 交通很亂 亂 沒有這個 幾個 對吧 對吧 所以 那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在 不斷就要 還要訂 歐塞車 而且 隨時 董老公說 為何台灣的交通 怎麼會亂 怎麼會 大家有家事這條 結果 沒有遵守 交通規則 有啊 台灣 中華民國也有訂 交通規則 我們 剛才走去 那個 蓋車 婚臨班 去賣一本 賣 賣家事的人 要討論 看交通規則以後 結果 跟外國的交通規則 比較 沒有什麼 不一樣 但是台灣的交通 怎麼會這麼亂 我記得 不久以前 在那個 那個共識的 發出一個節目 說 叫一些 外國的 來台灣 留學的 留學生 來發表 他們的 感想 說他們 住在台灣 住在那裡 有數字 對台灣 這個社會 感覺如何 有一個美國 說 他覺得 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他說 台灣的交通 是 左轉我們的人 直走的人 就要等 我們左轉我們的人 國際交通規則 中華民國的規定也是一樣 直走有先行權 左轉就要等 為何台灣的交通會變成這樣 大家如果塞 或是塞車 可能你們也有經驗 你們也要左轉的時候 大家都要搶先 對吧 那是怎樣 所以 所以將來 我們要接 警察單位 我們就要問交通警察 為何這個情形會發生 既然發生 為何你們怎麼沒有處理 這是違反規則 所以我的推論 一定 一定是跟 汽車訓練班 有關 我們要 各家人都 一個 一個 一個固定的中層 在那裏塞車 現在不是說 開始有路口 所以將來 我們要強調 這個家屬這條的口齒 路口 是這麼優先 這麼大部分 不是說 拿到家屬這條的人 才不敢去 塞車路上 如果這樣的時候 這個訓練就是 不成功 對吧 我是拿這個 客廣 當然 台灣交通的問題 太多太多 所以將來 扶植 甘讀 管理交通的單位 就要去了解 那個問題 而 提出 改割 改善的辦法 這是扶植人 請大家一搖 有機會 有這個 正行的時候 就要扶 再來 我們接的這個 安全機構 還有什麼任務 就是 追蹤 罪犯 追蹤罪犯 可能 將來會變罪 那個安全單位 大部分 我們 最重要的任務 追蹤 犯罪的人 因為要追蹤犯罪的人 不一定說很容易 所以 我們要執行的人 也要用一些頭角 現在的菜 越來越 越聰 越 有其他的辦法 不要說 這個 武器方面 以前 差不多 很少有人 詐情 現在 修法一個小樓樓 應該 都會詐情才對 所以這個對我們 這邊的人 也是一種的挑戰 所以 追蹤 追蹤 這個罪犯 這個問題 將來 可能是 我們要接到 這些單位的 那個 重要的空氣 現在 大部分的時間 和精神 再來 安全基教 還有什麼任務 就是 有方 以外的危險會發生 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 有方 以外要怎麼發生 我們不知道 事先不知道 所以這就要 修一個經驗 要用勞勞去 推論 推切 就要去了解 那個社會 所以 這個是人看不到的任務 但是對一個社會來說 是 很重要的 這個 有方 以外的 危險會發生 當然 這個人任務 不一定 我們 警察單位 還是 安全單位 完全要負責 消防 也就是要到負責 風之黑災的發生 譬如說 這也是一種 有方 以外 危險的發生 所以這就不是我們 警察單位 還是安全單位 要負責的 所以 這個社會的 這個 意外危險的發生 有很多 你想說 登山科 發生意外 這也是一種的 危險性 所以 要怎麼控制這些 這些就是 相關的單位 都要去 動腦筋 所以 現在說到這裡 這四項的 這四項的 原則上 大家 主要的 任務 都要包含再來 這四項 你如果合作一個時 大家可以 立到一個結論 一個安全單位 一個安全單位的 林務 是什麼 他是在保護老百姓 所以這是在保護老百姓的 疑務 重點 放在那個 縱音 放在那個 義務 我們就要了解 保護老百姓是 我們的義務 不是我們的管理 因為我們會領薪 要做這項空間 所以 這個是我們的義務 大家要了解 所以將來 國民如果去 接管一個 安全單位 這個觀念 就要向 所有的 所有的保護 所有的任務 要求 這是義務 不是管理 千萬不能 錯誤 最後 如果說到 我們黑熊 如果去接管一個單位 會遇到什麼 世界的 協助 各位去接管的時候 不是叫你們 早上去抓柴子 還是去 立這個 嘴帆 主要是 要請各位 去鑑賊那個機關 控制那個機關 還要做財管 是怎麼說 鑑賊 鑑賊的事物 是鑑賊什麼 如果沾對那個單位 沾對你這款的單位 你是鑑賊他的這個組織 是不是有很好的行政典容 他的保護 是不是很自動自發 還是很萬賠 叫他做什麼 叫他做什麼 還沒有去做的 你們要注意一下 這個單位 是不是有 違法變預算 這你們都要注意 你們要鑑賊 再來 鑑賊 來 鑑賊 這個單位 再來 鑑賊這個單位 的那個任務 您跟鑑賊 什麼事 就是說鑑賊他們這個單位 鑑賊他們的任務 的時候 是不是有供給法律 甚至就要供給我們的法律 另外 就要看說 他是不是為佩時接受 在鑑賊 不是為了自己 也不是為了什麼人 是為了佩時 我剛才說的 保護佩時的義務 這是我們這些單位 要做的 所以我們就要注意 這些事情 你們的管理在哪裡 你們的管理就是 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臨時館 和在於政館、財務館 不適用的 不適用的 人員 你們有管理 要換掉 不應該的錢 你們 可以把它抖起來 所以你們就要做 裁刀 必要的時候 最後就要做裁刀 人員的裁刀 跟政府的裁刀 簡單 把各位介紹了 希望各位 把你們的機會 祝各位 成功 謝謝